好,现在给大家来看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房型 是叫The Downwood Way 它是一层的 我们刚才看的基本全部都是两层的 现在看的是一层的 这是一个前廊 还挺宽敞的 好,我们一进来 右手边它也是做成了一个书房的设计 其实也是可以把它改成一个卧室的 然后一进来 但是我们先看左手边 左手边是我们的第一个 卧室是一个客卧 这是它的closet 是它的衣柜 非常的基础 特别喜欢这个镜子 然后一出来就来到了我们一个一楼的一个洗手间 它是一个半位 它没有洗澡的地方 但是其实是建商可以把它建成有洗澡的那个地方 这都是自己可以选择的 然后这里是一个closet 我们就不看了 这是一个储藏室的感觉 当然也可以挂衣服 然后我们就来到我们主要的这一个区域 这是我们的客厅 然后来到了我们这个非常大的这个餐厅的部分 倒台超级大 然后这边它是把它放成了一个大的圆形餐桌 这个区域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吃饭的一个餐厅 然后这个客厅 然后我们上到这边来 这是我们的主卧 这主卧也非常的宽敞 三三窗菜光非常够 这个床也是kin size的 好 进来 是主卧的洗手间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邻居房超级大 超级深超级长 在这里洗澡应该会很爽 这里还有一个可以坐的一个地方 这边就是我们的马桶间 然后看到这个非常大的一个主卧的衣帽间 空间感非常的足 好 那我们就出来 那我们就出来 是主卧 然后我们就还剩了一个卧室和一个洗手间 所有的东西都是在一楼 但是我们先来 先出来来看一下这个screen porch 这个空间也非常的足 他都放了两个大型的沙发 然后我就不出去了 他也是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pedio space 然后这里可以烤火呀 什么的 那我们就去看最后一个卧室和洗手间 所以我们现在就总体来说有2.5个卧室 2.5个洗手间 这是另外一个洗手间 这边是那个 那边是那个车库 进来做成了一个这种 挂衣服的地方 收纳的地方 现在他是在做办公室哈 就是改成了一个sales center 然后这个非常小型的 就是另外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卧室 就是卧室 然后那边那个地方 我就不去了 是他们办公的地方 其实是应该是一个车库的位置 是双车位 双车库 好 那我们这个房子就介绍完了 那我们第4个房子就看完了 这个房型 我比较喜欢它的地方 可能就是它比较适合老年人住 或者是不太喜欢 就是有二楼的推教不方便的人住 它的厨房非常非常大 就是在我身后 厨房的倒台非常大 然后客厅 就是我现在前面这个客厅 位置也特别的宽敞 它外面那个screen room 就是外面的那个outdoor这种 living space 也是特别的宽敞 特别的大 我还是挺喜欢这个房型的 但是对于大家庭 或者是喜欢更多空间的人 可能就不太适合这个房型 非常谢谢大家的观看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所有关于这些房子的信息 我都会要么打在屏幕上 要么放在视频信息栏里面 然后你们都可以去看 如果你有买房 或者是卖房的需要 只要是在查尔斯顿附近的 我都可以带你去看房 或者是给你提供一些免费的建议 那好 那我们就下期见咯 拜拜 好 明天 我来看看 感谢观看